第1784集 斯文轩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 芸汐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下意识的恐惧 顿时让她抱住脑袋 控制不住的尖叫出声 枪声落 随之而来的 还有瓷器碎裂的声音 以及斯文轩的尖叫声 斯静廷和萧维云 被这一枪吓得心砰砰直跳 好半天都没回神过来 似乎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人敢当着他们的面开枪了 尖叫发现了恐惧 斯文轩好半天才意识到 子弹没有打中自己 这才松开手来 睁开了眼睛 看向对面淡定自若的芸汐 惊慌和怒火 一瞬间烧到了顶点 死丫头 你竟敢冲我开枪 你疯了你 斯文轩尖锐薄高的声音 充斥在安静的客厅里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 似乎都没从刚刚那一枪里面 回神过来 芸汐耸耸耸肩 无辜地眨了眨眼 对于自己刚刚那一枪 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 如你所见 我开枪了 手里的枪转了一圈 他冲斯文轩笑了笑 把枪交回给了身旁的小二 芸汐毫不避讳地承认 对斯文轩来说 无异于火山浇油 他整张脸气得都扭去了 芸汐转头看向一旁的萧锦铃 有些歉意 不好意思啊 打碎古董了 有点肉疼 他知道 这屋里头所有摆放的花瓶百件 全都是拍卖行上 价格高昂的古董 刚才他打碎的那个花瓶 估计就值不少钱 碎碎平安 碎碎平安 不过是个花瓶而已 没关系 小四啊 收拾干净 是 Boss 咱家这些花瓶 还是换回便宜的那种吧 真碎了 您不心疼 我肉疼 咱家两个字 直接戳到了 萧锦铃心底的柔软 芸汐不排斥这个家 更让她忍不住地高兴 她这个户短的亲爹 这会儿呢 还顾得上心疼什么钱啊 恨不得夺碎几个花瓶 马兴刚宝贝的笑脸 好好好 都听你的 过两天呢 我就把他们都换回来 芸汐正才满意地点点头 看向对面 一脸不服气的斯文轩 眉眼间没有胜利的骄傲 反而大然地 让斯文轩觉得 她此刻在俯瞰她 不好意思啊 你输了 斯文轩猛地站起身来 双手紧握成拳 还有一句 谁输谁医还不一定呢 萱萱 别闹了 萧伟营伤炮斯文轩下手 没个轻重 伤着了自己 赶紧出声制止 芸汐有分寸 可不代表斯文轩也有 我还没输呢 斯文轩不搭理她妈妈的阻拦 转头瞥了眼芸汐身上 那复古的满面长裙 琴哼了声 哼 我选精神格斗 她今天穿了一套 倒牌套装 细纹的格子长裤 配翻领的 双排扣的蕾丝衫 行动起来方便利落 好啊 芸汐点点头 站起身来 摆着的满面裙摆 摇曳闪烁 大小姐 您需要换件衣服吗 小二在边上 看着她身上 洗清的复古长裙 低声地问了句 不用 芸汐转身扫了眼客厅 把这张沙发搬到那边去 客厅清出来 贵重物品 拿远一点 好的 小二朝窗边的小六 点了点头 两人配合 快速地搬走了 大人沙发 清了几个百件 很快客厅就空出了 一块空地 地上铺了地毯 芸汐走到边上 冲丝闻轩 优雅地做了个 请的手势 请吧